姜小白春秋五霸之首人气之王 但若不是一连串的意外 这小白恐怕永远是个小白当不上大boss 当时的齐国呢是小白的哥哥齐湘公当家 但是他老多死啊 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所以没多久就被首席人联合自己的堂兄弟公孙无知给咔嚓了 公孙无知把齐湘公一做掉 自己就美滋滋的当上了齐国老大 可他又仇家呀 所以第二年就被人给弄死了 出来混迟早要还他 他的意思齐国大夫们都懵了 哎呀找谁来顶班呢 因为公子小白和公子丘早在齐湘公死之前就背井离乡 分别逃到了菊国和鲁国 所以大夫们分成两派 白派屁克小白 鲁派力挺公子丘 本来这公子丘的营面比较大 他所寄居的鲁国和齐国鲁派大夫们早就商量好 把公子丘送回去继承家业 但这鲁国又动了小心思 觉得现在的齐国群龙无首得好好利用手上的这张牌 把控齐国 所以迟迟不肯送公子丘回去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这就给小白回国争取了时间 小白一得到消息就和师父抱书牙飞速回国呀 鲁一看要玩灾了 所以赶紧送公子丘回家 还让公子丘的师父管仲在路上拘小白 这管仲可能是射手做紧一剑 就命中小白 眼见大功告成 管仲便兴高采烈的回鲁国报喜了 鲁国护送公子丘的队伍一瞧 嘿那还担心啥呀 于是开始慢慢悠悠的赶落 这鲁国到齐国同在山东 可他们足足走了六天才到 可这一到齐国却发现 死去的小白赫然坐在了王位上 大家都已经喊得齐桓公了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原来管仲那一剑凑巧射中小白的一带钩 其实他啥事没有 当时是给他装死糊弄管仲的 于是小白就这样当上了齐国国君 完事后还逼着鲁庄公杀掉公子丘 以绝后患 所以他的上位靠的不仅仅是实力 运气也很重要 这就是江小白上位史了